先回答一下上轴的问题 首先是在天赋和运气哪个更重要 这篇文章里有一个很集中的问题 有不少同学都说不对呀 你没有考虑一个人努力对成功的贡献呀 一个人的成功不只靠运气天赋 还有那种持之以恒的努力呀 实际上呢 这个模型中天赋里已经包含了努力 为什么这么说呀 因为你只要注意天赋的定义是什么就知道了 在这个模型中天赋的数学定义 是一种以正态分布 赋予在那个人群中个体上的特质 天赋中的智商体能反应速度等等啊 都是正态分布 而你在文学意义上认为的后天的努力 或者持之以恒的能力 其实也是正态分布的 比如说高考成绩就是这样的 高考成绩其实反映的更多的是 一个人在此前一年里的熟练程度 也就是通过努力 把各种原本需要灵活思考才能处理的问题 内化为一种肌肉记忆 拿到题以后扫两眼就知道怎么入手了 这就叫肌肉记忆 高考成绩呈现正态分布 也正是说明人们的努力是成正态分布的 这就是一个好的数学模型的作用啊 你理解了它就能把同类的事物囊括进去 无论这个事物在文学上被冠以天赋这个词也好 还是努力这个词也罢 另外呢 咱们抛开数学定义去想一想 努力做某件事是什么意思呢 或者说某个人能坚持做什么 持之以恒的做什么 这样说啊 其实都蕴含着一个前提 那就是 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多少带有被迫的意味 他从内心出发是不想做的 比如哈 你会说你们家的小孩坚持每天放学 玩一个小时游戏吗 他用得着坚持 他用得着努力吗 根本就用不着 他恨不得天天什么都不干光玩游戏 强迫自己长时间的反复的做一件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是一种天赋 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忍耐的天赋 它跟能忍住疼痛的能力是类似的 我常听说有些老师评价学生啊 就是这么说的 说他就差用功了 其实呢 在我看来他差的是那么一截天赋 就是忍耐的天赋 就是在大家都面临一样的要求跟压力下 他比别人更不能忍耐 所以考试成绩就不行 当然啊 我这个呢 也是从文学描述的角度 来说一说自己的理解 实际呢 应该以这个因素在人群中 是不是以正态分布来评估 如果是 那这篇文章中的模型就依然囊括了很多因素 包括你们认为的努力 这篇文章就是靠这个模型来揭示 运气的多勇有多么大 同样的逻辑啊 还有人在问 你怎么不把天赋分类呢 分成智商 情商 财商 财商 怎么不把运气分为买彩票的运气 回头客的运气 股票的运气 投胎的运气啊 等等 那这些呢 也都属于是忽略了文章核心 用文学化的描述去思考的情况 当然啊 还有同学说 成功怎么能这么功利呢 什么都往钱上去算 内心的平安喜乐 实现某种主义啊 创作了某一部作品啊 拥有了某种权利啊 那也是成功啊 是的 所以这个模型不能囊括 非金钱方式的成功 您如果视金钱如粪土的话 那这篇文章对您的参考价值就不大了 在从微生物看白酒和红酒这一期 有同学问 不论是啤酒还是白酒 口感都不是很好 起码跟那些五花八门的饮料比起来 是不如的 既然如此 当初为什么是酒 这类口感不行的东西 占据了饮料的生态味呢 这个问题啊 要这么看 白酒在中国其实并不单纯是一种 提供美味或者快感的消费型饮料 而是承担了一些自虐成分的工具 而且中国人本身就不善于消化酒精 这点呢我们在之前说酒量的问题的时候 就仔细说过 东亚人在ADHEB跟ALDHR 这两个决定了人 分解酒精能力的基因上先天不足 全球人均酒精消费量最大的国家 比如说卢森堡 捷克 爱尔兰 匈牙利 法国 德国 克罗地亚 西班牙 这些国家啊 人均年消费酒精是12升到17升 中国的年均人消费量是4.4升 大约是欧洲地区的三分之一 那些酒精消费量最大国家 反而是没有什么酒桌文化的 他们消耗的酒精就是纯粹靠喜欢喝 跟朋友见面高兴就喝 看球就喝 没事就喝 而且喝多少还能消化多少 中国的白酒大部分是在酒桌上 以灌的形式喝下去的 而且烈性白酒的饮用方式 也跟那些酒精消费量最大的国家 非常不一样 中国的白酒几乎都是直接喝下去的 那些饮酒量最大地区的呢 除了俄语国家之外 绝大部分都不会直接喝的 而是跟其他的饮料 水果调配在一起 起码啊 喝的时候尽量让人感受不到 酒精浓烈的刺激 那种调配的方式追求的 就是让他喝起来好喝 而且喝完之后啊 可以体验一个口若悬河 头微醺的感觉 所以让酒精占据饮料生态味的方式 是这两条 一个就是先去掉 或者掩盖住过于刺激的口感 第二条呢 就是追求那种微醺的感觉 这是其他饮料无法实现的 所以严格的说 白酒在中国是一种工具 在社交中自我惩罚的工具 不过最近十年 这股风气已经渐渐是微了 白酒的主力消费群体在老龄化 年轻一代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 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 实现更稳固的合作 尽管有的时候还需要拼酒 但拼酒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之路 这种不健康的消费习惯 也逐渐淡出了饭桌 所以酒之后会按照我们东亚人 特有的基因表达来消费的 也就是在追求不错口感的同时 也接受一点点头微醺的感觉 这样呢 有利于敞开化瑕子 还有同学问到 食品添加剂里的防腐剂 想知道 为什么有的酱油里加了防腐剂 有的没有加 大致来说呢 没有加防腐剂的酱油会更咸 或者里面加了酒精 于是更高浓度的盐分跟酒精 就保证了微生物在里面无法存活 比如说我们输液啊 哪怕是我们洗鼻子 都要用到0.9%的氯化钠溶液 这就是因为细胞在维持 正常生命活动的时候 需要的神经电活动 是由各种金属离子进出来完成的 液体里有金属离子 那就可以把细胞液 视为一种是带有一定浓度的溶液 0.9%是均值 如果细胞周围都是低于0.9%浓度的液体 细胞就会吸收外界的溶液 稀释内部的浓度 如果外界都是远高于内部 这0.9%的浓度呢 内部的液体就会往外流 去稀释外部的 在不加防腐剂的酱油中 把盐多加一些 这样哪怕细菌进来了 也会因为环境里的盐分太高 而度破长流 细胞液都流失了 那细菌也就死了 而那些打着低盐的酱油 为了保质期 可以超过一年或者两年 那就不得不加防腐剂了 在加了防腐剂的酱油里 最常见的是两种 本甲酸钠跟山梨酸钠 有人说啊 山梨酸钠是天然植物中就有的 所以这种防腐剂危害更小 其实呢 不是 本甲酸钠也是很多植物里 天然产生的抗菌防腐的物质 比如说 茜 蔓越莓 豆角 可可 丁香 蘑菇跟蜂蜜里 都会存在天然的本甲酸 跟它的衍生盐 而且今天作为防腐剂 添加在食品里的本甲酸钠也好 山梨酸钠也好 也都不是从植物中提取出来的 它们全都是通过化学工艺 批量合成的 只不过 从今天各种毒性跟致病量的上限来看 山梨酸钠是优于本甲酸钠的 所以如果您正好 左手拿了一瓶酱油 右手拿了一瓶酱油 左手的防腐剂加的是本甲酸钠 右手的防腐剂加的是山梨酸钠 其他的配料一模一样 那还是选山梨酸钠的更好 但即便是本甲酸钠 它的安全性跟致病性 也都得到了充分的研究 而且这些研究 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 就差不多定型了 无论是美国 欧盟 中国 添加量的上限 都是1000克食物里添加量 不超过1克 在各种毒理作用中 有一种是最容易出现的 那就是累计中毒 它就是肝脏代谢的速度 没有那么快 如果吃的太多 一直吃就会积累在肝脏 让肝受损 但我们要说说这个 累计中毒的剂量 是多少呢 在实验小鼠的体上 找到了会导致累计中毒的剂量 大约是这个量 每天每公斤体重 不超过4.4毫克 那换算成一个 体重70公斤的成年人 就是每天0.31克 然后再考虑 刚刚咱们说的啊 上限是1000克食物里 最多添加1克 那么会导致累计中毒的 这个下限呢 如果我们以喝酱油算的 就是每天雷打不动的 喝300毫升酱油 天天喝 这就会超标了 那一般人就算是 其他食物里也有本甲酸钠 也很难达到 这个量的十分之一的 并且本甲酸钠作为防腐剂的危害 其实早就研究的非常到位了 今天关于本甲酸钠 最新的研究 已经不是这方面的了 已经开始拓展到医疗领域中了 比如说 用它治疗先天性氮代谢失调 还有呢 用本甲酸抑制炎症的 而且最近还发现 它可能对治疗重度的抑郁症 跟精神分裂有作用 总的来说 各国都允许 往食品里添加的防腐剂 都会遵循一个大原则 不加它之后 食品污染导致的致病风险 会远远大于 加了它之后 产生的风险 这远远大于的意思呢 就是 大50倍以上 好 这就是本周的答疑 我是卓克 咱们下周再见